1001夜白海犯病拉黑漆漆,漆漆竟想用动物心理学治疗白海 1001夜白海犯病拉黑漆漆,漆漆竟想用动物心理学治疗白海 倒读,1001夜真是焦灼和甜蜜相辅相成啊 漆漆和白海刚发糖没多久,便迎来了这么重的考验 而且还一下子就戳中了白海的痛点 原来漆漆为了等待和白海的约会,向她展示自己的作品 以至于劳累过度直接睡着,更是因死打翻了水杯导致火灾 而就算白海及时赶到,可终究没能躲过内心的恐惧 以至晕倒,虽然七七最后得救 但白海面对宝妮和穆楠的指责,却没脸再见七七 唉,这样的考验,直接要害,让白海一下子就围你了 而且火灾现场,莫南对她说,她连保护七七都做不到,根本不配七七爱她 这让白海痛不欲生,甚至流了眼泪 唉,可能白海最后一次哭,还是在20年前那场火灾中 所以,可想而知,白海是有多内疚 而更重要的是,白海因死而退缩,甚至开始逃避七七 唉,可怜七七好不容易等到了白海的心意 却没想到,遇到了这样的考验 难道真是七七和白海的缘分太浅?不过,以七七的用情至深,她哪里会轻易放弃呢? 面对白海的退缩和故意冷带,七七真是使足了力气挽回白海 而白海本就对七七没有抵抗力,面对七七的热情,白海的内心也是历尽煎熬 但是她的心结太重了,虽然有松动却也不能彻底放开 唉,没办法的七七,甚至动用了老本行,竟然想用动物心理学医治白海 唉难道真是死马当活马医? 不过,没想到,在动物心理学的书中,还真的让七七找到了方法 而七七也真的这么做了,她不仅用甜蜜公式一直聊白海 让白海无暇顾忌其他,更是放松了心情 不过,毫无抵抗力的白海,怕自己在伤害七七 直接把七七拉黑了,还删除了好友,当然了,这样的兵来图演 七七也会,她利用激将法,让白海同意和她比赛花意 虽然结果未知,但好在白海有了回应 而且,这个比赛的输赢,也直接关系到白海和七七的感情 因此,就算实力悬殊,但七七却是会全力以赴的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七七的举动和付出,一定会感动白海 因此,输赢真的不好说,哎,其实说到底,大伙一直是白海的心结 如果这个心结不解开,七七和白海的问题就一直存在 哎,真是纠结和痛苦啊,不过,不经理风雨如何见彩虹呢? 七七和白海经历的一切,都是为了以后更好的生活,大基础 不过,他们的考验还不止如此 因为,墨南已经放弃了辞职,选择了留下 这下子,墨南将会成为白海最大的竞争对手 虽然七七的爱很坚毅,但架不住墨南的一再破坏 哎,这么胶着的剧情,还是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喜欢就关注哟 我每天都会奉上精彩好文 一千零一夜二十八分之二十七级预告 白海叫零零七打游戏姿势暧昧 一千零一夜第二十七至三十二级预告 第二十七集预告,电影拍摄出意外 矛头指向零零七 零零七受到白海的提拔 成为电影《倩女幽魂》的花椅现场负责人 从那以后她便整日在片场忙碌 直到拍摄开始 演员们在不仅中努力地拍摄 可谁知姥姥所站的树下突然出了意外 姥姥受伤,而整个不仅也因此毁于一旦 外界对于这场事故十分感兴趣 周欣妍每天电话接的手都快抽筋了 事故发生是因为姥姥脚下所踩的材料变少 但零零七分明准备了与当初原定树木相同的材料 零零七发现报表被人改过 因为她收拾的时候不慎把饼干油弄在了纸上 眼前这份却是干干净净的 策划这次事故的文光喜则在暗处得意 第二十八集预告 白海叫零零七打游戏 二人姿势暧昧 零零七在片场忙碌着 经过那场事故之后 不仅已经在零零七的安排下全部安排好了 但是害怕零零七是分被事故负责人骂 此时白海过来递给她一杯咖啡 示意她要冷静 白海给零零七传授了一个自己的解压技能 原来白海的解压方式就是打游戏 零零七觉得有些幼稚 白海把手机递给零零七让她试一下 可看到零零七笨手笨脚的样子 就忍不住一把围住零零七 自己上手教她 白海打游戏打得欢快 零零七则成绩抱住了白海 零七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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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